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我首先把几个跟经济政治无关的因素说一下 但这个因素其实是影响我们潮流的 相关于底层的潮流 一个就是科技在加速进步 这里面带来的很多不确定 比如说科技总体来讲 多数好事它提高人类的效率 扩展我们的知识视野 它里面有一些东西要注意一下 比如说科技会带来数据鸿工 有些人掌握了大数据 有些人就没有 数据鸿工 这是我们以后考虑的一个问题 还有比如说AI技术现在越来越成熟 成熟以后一部分工作可能就被机器取代了 这个要注意一下 就是AI它会在取代人力 另外还有一些我们现在想不到的科技风险 比如说前年南方科技大学 有一个生物系副教授叫贺建奎 他对人类的基因进行了重新编辑 这个就违反我们法律了 这个挺危险的 从理论上讲 现在我们人类的基因编辑技术是很成熟的 真的可以编辑出猫男狗女来 这个挺危险的 这个需要加以管理 总之就是科技正在加速变化 它可能会对我们人类的生活形态 带来一些根本的我们想象不到的变化 这需要注意 另外就是人口 人口现在两个不好的开始 一个就是总人口还是在膨胀 大概到现在我们讲话的时候 世界人口应该达到了78个亿 这挺吓人的 给大家这么一个数据 1919年 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 地球上只有17亿 然后到了2019 77亿 很有可能 如果这个人口问题得不到有效控制 2050年 地球人口会到95个亿 然后到本世纪末 有可能达到150个亿 而我们地球的生态圈呢 其实只能承担150个亿 否则的话 这个生态圈就破坏了 破坏以后它就不能复苏 那就完蛋了 对不对 生态圈不能循环的话 那就会永久破坏 人口这是第一 就是总量得控制 第二个呢 像我们东亚 像欧美 比较现代化的地区 现在人口是在减少的 是吧 像咱们上海 上海女孩子 现在一辈子只生0.6个孩子 知道吧 不生孩子了 于是一辈子得生2.1个孩子 人类才能维持平衡 现在才是0.6 按照这个速度 87年之后 地球上没有上海人了 知道吧 这是我们的情况 人口减少 它是非洲 南亚 中东 那帮兄弟猛声 它是严重不平衡 一个总量有问题 海里面结构有问题 知道吧 这就是我看到了 世界经济 重塑当中几个重要的事件